大家好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怎樣讀呢 是否讀馬卡龍 還有這個 是否讀拿破崙 現在我就馬上教大家 怎樣讀這道甜品 馬卡龍 馬卡龍 這個馬卡龍 以前是在修道院的修女吃 之後才會被人改成 這麼可愛 這麼夢幻的粉紅色甜點 以前的修女打算 用這些蛋白杏仁粉 做成甜品 就可以取締他們的分食 用來補充營養 現在當然我們都可以補充營養 我很喜歡這個營養 這個大家喜歡叫做 拿破崙的蛋糕 其實它叫做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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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文來說 就是一千層 就是葉 好像很多一千層葉 這個是夏日的後味 所以上面有點橙 吃下去會酸酸甜甜 開胃一點 在天使外美禮裏 女主角非常喜歡吃 creme brulee cr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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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lee 上面是焦糖 下面是燉蛋 一起咬下去就很滑 有些creme brulee的口感 到這個 Opera Opera 英文你都會讀的 但泛文怎麼讀呢 就是Opera Opera 是不是好像容易一點點 這個 是Daroaio他們自己發明的 Daroaio是一個 在法國非常之出名的 糕點牌子 在香港都有 它以前是給皇室吃的 但我們現在都可以在海港吃到 很開心 這個Opera 平時是巧克力味的 但因為為了要迎合夏天 所以就變成Rasperry味 這個也是長條型的點心 是什麼來的呢 2 它就是Eclair Eclair 閃電泡芙 放進口裡 然後就覺得很好吃 就像閃電一樣 要極速吃掉 所以就叫做閃電泡芙 這個Eclair 有乾淫的味道 吃下去就沒有那麼甜 就算男生也會喜歡吃 沒有問題的 不會掉下去的 這個我沒有想過在香港找到的 如果你有看過布達佩斯大酒店的話 那個蛋糕就跟這個一樣 怎麼讀呢 叫做Heli Gieuse 它的中文叫做修女泡芙 上面一個小泡芙 下面一個大泡芙 但是我都看不到為何叫修女 我們現在要說一句說話才可以開動 好 有一顆是黑松露 我不知道白色還是黑色 我們插包剪刀贏了可以選擇 兩顆吃完就可以了 這個皮很脆 裡面呢 很奶油 很滑 而且它的膝蓋做得超美 巧克力那個 不是啊 這個才是黑松露 哇 它比剛才那顆結實 其實有巧克力味道是比較結實的 巧克力松露 是這顆啊 其實我真的覺得每一個味道 既然都同一個價錢 應該是買最貴的 價值一樣 但是要買材料費最貴的 沒錯 這個 拿叉給你的 不要吃 這個很好吃 我這個個人不太喜歡吃甜的 但是它是不漏的 我吃完整條 都可以不用喝一口水的感覺 我也沒有準備水給它喝 這個剛才就是被我揮毒 掉了在地上 還有一條毛 不用洗過這條東西 我可以嗎 你可以就可以了 這個不是甜味 可能它加了降入酒 用來做甜品 它就不是甜味 試試一下 掉過在地上 不用搶的 每一塊上面都是一條毛 那我們可以試第二個甜品 我吃上面那顆 原來有分上下 是分開的 這個就可以給你喜歡的人 為什麼 好像炸饅頭 自己吃得這麼漂亮 我曾經有試過做這個puff 它是做完這個 好是在底部打進去 我看到很多雲尼亞紙 哇 好濃郁 我這個 我想買不知道 我會不會避充紙巾 我剛才拿了出來的 你什麼時候吃了我喜歡吃的 你快點分享怎樣吃這道菜 麻煩你會燒得脆脆的 快點繼續切 好了 我們現在示範一下 就是把它推掉 然後把它拆掉 那就可以兩個人吃了 其實也不只兩個人吃 這個分了這麼多集 可以我 我現在可以 現在招募一千個人來吃這個 每人可以吃一片 辛苦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 相信大家應該都學了不少這個法文錄音了 那你下次去法國 或者在香港買甜品的時候 記住要勇敢讀出來啦 不要浪費音 聽不明白 是他們的事 一定是你讀得對的 他們聽不明白的 沒錯 只要勇敢讀就可以了 下次再見 拜拜